一个生命万物皆有灵 这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忠告 不是我们人才有灵 万物皆有灵 哪怕是一块石头 哪怕是一棵树 哪怕是一个小草 哪怕是一个动物 那么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命的目的 就是提升自己生命的级别 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一个目标 今天唯有我们人类丧失了这个目标 为钱活着 为地位活着 为这一辈子住得好 吃得好 玩得好 活着 那么我们OSS这么多年来 努力了四年 正在恢复着一种教育 是以这种教育 很简单 很容易学 也很重要 这是什么教育 就是生命教育 让所有的生命 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 然后为着这个目标 为着这个目的去奋斗 我们在传统文化中 有四大祭祀节日 第一个节日 就是清明节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在做的事情 第二个节日 就是中元节 那么还有一个节日 叫重阳节 还有一个节日 叫冬至节 这是四大祭祀日 所以是在清明 不仅仅是到过世的人的坟上看看 去添拔土 那最主要的是祭祀 祀是什么 祀就是你要给他东西吃 给他东西喝 祭是祭拜 你到坟上来看看他 到古宫尾前面 去拜一拜 这是祭祀 祀就是要供奉衣服 鞋子 那么还有他的生活所需 还有什么 还有金银财宝 这给你不要 to 祭祀 祭 name 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